2022年2月8号上午10点 圣母圣心修女会在小米女中大礼堂 欢欣鼓舞 为徐一伦姐妹入初学 罗小芬修女始发终身院 何珠春修女 钟慧珍修女发愿50年金庆 林彦卿修女和洪静云修女 喜迎发愿60年钻石庆举行庆典 修女们的亲朋好友早早来到 满怀感恩和祝福的心 一同参与由苏耀文主教主理 十多位神父们共祭的感恩圣祭 以圣神的德能 召叫我们成为你的子女 使我们以不同的生活方式 为你作证 你又恩赐我们当中一些兄弟姐妹 以修道生活 为天谷的来临 做特殊的见证 求你以圣神的爱火 充满今天始发终身圣愿的姐妹 帮助她按照回音权德的精神 散度贞洁贫穷及仆虫的爱的生活 盟主召唤 准备录初学的一轮姐妹 请前来 天主你召唤了我 我在这里 在保守导师林美玲修女招呼下 保守生徐一伦姐妹 来到会长吴富柔修女前 请求修会接纳 敬爱的会长 我在圣母圣心修女会生活了半年 以逐渐了解现身生活的意义 经过慎重的祈祷和考虑 现在请求您 准许我加入圣母圣心修女会 成为初学生 好能更紧密地追随基督 愿天主接纳你的请求 降服你的善志 我仅以圣母圣心修女会的名义 接纳你为本会的初学生 会长以修会名义 接纳成为初学生 并齐天主圣神实时光照带领 体验福音劝育生活 我们恳求你降服 这些象征谦逊及气觉 世俗的会衣 主教为会衣及圣牌祝圣后 初学生换上会衣 并由会长授予圣牌和会线 其免按会线精神生活 学习圣母贫穷和爱德精神 努力修习成全的爱德 天主 遵守修讯遵守修讯 遵守修会会归 恒心不屑地追求对天主 及对人的完美爱德意愿后 俯伏于地 全体唱诸圣祷文 为修女献上祈祷 而后始发永远 因至圣圣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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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在总会长马德莲修女手中 基本会姐妹面前 互发贞洁平穷服从善愿 苏主教降服了戒指 由会长为其戴上 欢迎成为修会大家庭的一员 请领受这枚戒指 你是永恒君王的敬佩 你要一生对他忠贞不二 好能为主盟主恩准 参与永福的婚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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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修女 祝你平安 玛丽可奇修女 我们喜乐的欢迎你成为我们修会大家庭的一员 从此你将是我们的姐妹 与我们共同度团体生活分享一切 并一起效法圣母和各位主宝的精神传扬福音 在爱中完成使命 共度成全的修道生活 一至圣顺山 圣父圣子圣神之名 我日马修女 何竹春修女 钟慧珍修女 林彦钦修女 洪敬云修女一同来到祭台前 宣发赋愿文 圣昭路途走过的高低起伏 普成了美好乐章 流露于声音中令人动容 度过多年的奉献生活后 我们愿意再次重发贫穷 真结和服从圣愿 并许下终身在福音圈役的精神内 按照修会的精神和慧宪的教导生活 终身不易地跟随那遇见冰晶 地平如洗 福从至始的耶稣基督 两岸圣 苏主教为修女们祝福 其圣化人心的圣神 以恩宠圣化修女们 使其一生都居住在上主圣殿内 散播生命的芬芳 而后 同会的姐妹们一一上前 向今天庆祝发愿的六位修女 献上祝福 紧握彼此双手 承载着同甘共苦的情谊 传递满满欢欣心心意 发愿六十年喜迎钻石庆的林燕清修女 首先分享她的心情 洪敬云修女和我都是 印度尼西亚昆天拉 巴里曼丹巴拉的华侨 因为中国籍族图会 在我们桥居地 创办了一所中文小学校 就是昆殿中学 而我们都是教友 所以在昆殿中学就读 同时接受了主徒会神父们的栽培 信仰栽培和圣昭的栽培 经由他们的推荐和介绍 和我们双清的同意之下 我们来到了台湾 加入圣母圣心修女会 所以 洪敬云修女和我两个人 当时就称为圣母圣心修女会 第一批东南亚进口圣招 接受修会多方面的培育 和修会一起成长 所以 印度尼西亚昆天拉 塔利曼丹巴拉斯 位已赤道 气候相当炎热 刚到台湾 我们很不能适应 但经过修女前辈的爱心 陪伴和照顾下 逐渐 我们适应了气候 并完成了顺招 进一步 我有机会 接受了护理教育 开启了多年的护理工作 为病人服务 之后 又接受了护理教育 在唐区服务了快要20年 特别我在水南工作16年 虽然目前我已经退休 但仍然凭着自己的护理专业知识 却照顾需要帮助的人 以灵性的关怀 照顾人灵 秉持爱主爱人 爱的信念 以另一种方式 来为耶稣传播福音 现在我年纪大了 我将全力投入为教会 为修会的圣招提导 这是我最大的感恩 希望圣母圣心会的未来 教会的未来 更有更多像迪伦这样的女青年 加入我们的母心园 延续修会的使命 最后谢谢大家 天主保佑 天主保佑 谢谢各位 何处春修女 收到自己的50年圣招旅程 光阴过得好快 我不知不觉 在修会过了50多年 假如没有天主的祝佑 没有修女们的接纳 鼓励恐怕就没有今天 所以愿这份喜乐 跟大家分享 同时在此 我特别要对会长 还有上届的会长 所有的修女们 也深深表示谢意 因为我体会到在圣母圣心会里生活 真是一个蒙福的地方 因为天主所赏的恩惠 远远超过我自己所要求的 所想的 所以简单回想一下 我选择了修道生活 这并不是一种 我觉得不是一种束缚 是因着基督带给我心灵上的富有 心灵上的富有 当初的分辨也经过许多的挑战 天主也希望我们自由选择的 因着主的恩宠 主的招教 主的接纳 接纳卑微的我 所以修道生活 说真的 酸甜苦辣免不了 天主的慈爱及宽戴 姐妹们的鼓励带导 才顺利的生活到今天 所以我除了感谢 还是要感谢大家 最后时间不多 讲这几句 烦情各位省长 教友们 来宾 继续为我们祈祷 谢谢大家 钟慧珍书女也分享了她的圣招路 我想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们真的是 已经好多天都不断的在感谢主 那我想 我最想分享的是真的是 感谢天主给我这样的机会 能够来圣府圣亲会 第二感谢的是 我的本堂神父 早期的我的本堂神父是因为她 非常鼓励我们走圣招的路 所以曾经在我五年级的时候 带我去修院必敬 小学生跟中学生一起必敬 她就是看好了一定就是这样 甚至于那里的修女 还一直看着我 看我什么时候会去他们修会 我到了永远中学读书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圣母圣心会的修女到永远中学 在我初一下学期的时候 然后五月我的国文老师去修女 叫我们写一篇文章 我的母亲 我跟老师告证 我的母亲 我的姐姐要做修女 她不让她去 可是妈妈说 以后晓得可以去 修女看了这篇文章就问我说 你要做修女吗 我说要耶 那我暑假的时候 我们要回去我们有新的学校叫小女中 你要不要来 我说要 就这样子 所以天主的圣招很奇妙 其实我之所以要当修女是看到两位 修女到我们家很乡下去看我们 那我说这个乡下竟然有修女要来看我们 好 我以后也要这样子 好 那我亲爱的修女姐姐们 罗巧芬修女 谢谢大家在这一路走来给予的祈祷与祝福 让我现在有机会站在这里 带着戒指 带上了戒指站在这里 对不起 还有很多的那些恩人朋友们亲友们 还有线上的家人 嗨 线上的家人 我没有想到我出嫁的时候 没有家人在我身边 非常感谢天主 我只有一个哥哥 我哥哥比我优秀 所以当我 我每次想到天主 拣选了我而不是我哥哥的时候 我都觉得天主很吃亏 如果他选择是我哥哥的话 我哥哥可以为他做更多的事情 绝对比我好 可是呢 这样子就不能成行 就不能让我们看到天主的大能 因为选择了我 所以你们常常会看到天主的奇妙大的圈 武安 总会长吴富柔淑女代表修会 谢谢大家前来参与庆典 那我们每一位修女呢 平常都沉默寡言 一上来呢都坎坎而谈 很不错啦 表示她们内心都非常的丰富 那我想今天呢再度的谢谢各位 我们的修道生活呢 因为你们的丽临呢 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啊 真的我们很多的地方呢 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合作 扶船的工作呢 也不是我们一个人来完成 我们一群小小修女啊 那然后呢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个礼节一样 都是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合作的 所以呢我们再次的也恳请各位呢 也为我们这一位这个小小的修会呢 祈祷 我们真的也需要圣招 我们也会再努力的 以我们的身心的言行表率呢 能够带领更多的人 一起来跟随耶稣 那再次的谢谢各位 在这里呢也跟各位拜个晚年 然后呢祝福各位这新的一年 都蒙天主的祝福 跟祖同度这个 真美丽未来的这一年 谢谢各位 谢谢 苏主教以教宗降服状送给五位修女 感谢她们的服务与奉献 并祈勉大家 现在开始 一样 教宗的祝福 大家的祈祷 好 满满的祝福 谢谢 所以我们今天感谢天主 透过修你们的今天的礼仪 也再次邀请我们 如同圣母参加这个婚宴 所发现的 这对新人的宴席里面没有酒了 大家知道 婚宴里面没有酒是很少性的事情 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也一样 假如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酒 就是没有天主的恩宠 没有圣神的生命 那我们的人生 或是我们的这个 人生的这个喜宴也好 或是人生这个历程里面 我们总是缺少什么 那圣母发现 他们没有酒了 但是我们发现 圣母怎么对耶稣说 圣母也怎么对这些仆义说 那耶稣当然跟圣母讲 他的时刻没有到 但是耶稣并没有拒绝 那圣母也知道 耶稣是谁 圣母也有很大的信德 相信耶稣 知道耶稣会 他一定会做些什么的 但是圣母吩咐这些仆义 说耶稣吩咐你们做什么 你们做说什么 所以耶稣吩咐他们去倒水的时候 他们就去倒水 那也藉由他们的服从 耶稣把这个水变成酒了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在座的生命也是一样 那也很巧 我们有六位修女 今天不同的寺院 那我们福音说六口十缸 那我们相信修你们中满天主的水 中满天主的酒 跟别人分享 但是我们知道七才是圆满 六总是一个缺 在圣经里面七是圆满 那这个圆满怎么来呢 就是我们听天主的话 我们把水灌满 做我们该做的 那天主的恩宠 生死的恩宠 会转化我们的努力 把我们所做的一切 然后变成天主恩宠的美酒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 所以我们也相信 天主透过修你们 钻石庆 也不简单 六十年的奉献生活 五十年的金庆的生活 我相信也透过他们修你们的 三月的生活 点点地的奉献 天主也透过他们的这些爱的服务 然后在人的生命里面 在他们所遇到的人的生命里面 不管是在幼儿园 不管是在医院 不管是在学校 不管是在堂区 不管是做一些社会服务 因着他们的这些酒 这些水的服务 爱的服务 天主把它变成天上的美酒 然后付出人的生命 让人更加领受天主的恩宠 更加的分享天国福音的喜讯 祝你好 陈崎